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是一约欠告 二约要求 也是他就磕头请愿 何必请愿的办法 那么资政院当中的立先派 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讲话也很激愤 那么但是他不敢真的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 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内外的这些立先派 是吧 这种磕头请愿式的这种斗争轨迹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这个第十二次会议上 有一个立先派议员叫做于邦华 于邦华他对军纪大臣讲了些什么话 那么这个于邦华就对军纪大臣讲 他说我们希望军纪大臣 要一念国家全体之生命 二念祖宗创业之艰难 三念皇上望智之殷切 四念全国人民期望国会之迫切 希望你军纪大臣考虑到什么什么问题 是吧 考虑到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是吧 要求军纪大臣要上奏清廷 召开国会 实现宪政 他说呢 作为我们这些议员 是吧 我们呢 只能够有这么点热情 我们所能做的 说我今 说我现在今天 替国民唯有对军纪大臣叩头而已 就是祈求这些军纪大臣 你们要 是吧 为了国家的利益 是吧 体念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生命 是吧 要考虑到是祖宗创业的这种艰难 是吧 要考虑到老百姓的要求 祈求他们要上奏给清廷 要求清廷尽快实现这个 开设这个国会 是吧 那么是说 对于这些军纪大臣充满了一种祈求之情 是吧 变成他的一种妥协性 是吧 那么这个司政院当中的这些利前派 是吧 我们前面讲了 多次要弹劾军纪大臣 很难取得成效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是吧 有一些利前派议员 是吧 那么就对这个问题 表现得很无奈 就是他那种软弱的色彩 软弱的情绪就表现出来了 你比方讲 有一些比较平和的 这个利前派议员 他们讲 说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清政府上奏折 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呢 他们就采取了这么一种 就是低声下气 或者叫低眉顺眼 是吧 要向清政府祈求 怎么讲呢 说我们这一次在这上奏 必须以痛哭流涕之诚 表现得非常悲痛 痛哭流涕 表示自己诚意 必须以痛哭流涕之诚 出以 匪测绵绵绵之语 出以匪测 缠绵之语 这什么呢 你讲话要非常的婉转 是吧 不能够非常的强硬 那么他是希望什么呢 是通过自己这种祈求 来感化清朝统治者 那么由此可以说 非常清楚的 或者说淋漓尽致的 表现出的这个立先派议员 一方面非常向往西方的这种宪政 这种宪政 非常向往西方的这种民主政治 但是呢 又害怕采取激烈的手段去争取 可以说是阴汹徘徊 畏首畏尾 就是他这种心理 这变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觉得西方这个宪政 是吧 这个民主政治很好 但是自己呢 又不敢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去争取 是吧 瞻前顾后 是吧 思前顾后 他就表现出一种很排行 很犹豫 那么也说 他们在某个时候 表现出来的那种 政治上的一种进取精神 政治上的一种主动性 被他这种阶级的这种软弱性 所窒息了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第一次长年会议期间 那么可以说呢 就是这种 遮遮掩掩 是吧 就是油宝皮疤半遮面的这种 立先派议员 应该说呢 还是大有人在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 就是讲到他们这个软弱性啊 这种历史局限性 他的第一个表现 那么其次啊 就是他这种历史局限性的这个第二个表现 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历史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资政院当中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虽然他们的出身经历 社会地位 是吧 政治态度 都比较相近 可以说相差无几 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 实行君主立先的这么一种政治信仰 是吧 在一些重大的 政治问题上 能够保持这种政治大方向的一致 是吧 那么特别是来自预备立先工会的 这些立先派议员 是吧 那么实际上讲说 他们呢 有能行动一致 因为立先工会这些人 他们之间能够有沟通 行的是一致 那么但是就资政院当中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整体而言 是吧 那么很明显 还没有形成一个 统一的组织领导 基本上呢 还是一盘散沙 那么这样呢 这些立先派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 往往是宗旨不明 意见不一 是吧 他这样表示意见 他是那样理解 那么这步调不一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严重的影响到 这些立先派议员 在资政院内外的 这种政治影响的发挥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不能够以一个声音 来表达自己意见 意见分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他们在这个讨论 是不是要弹劾军机大臣 在这个过程当中 立先派议员当中 明显的存在着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 是主张的 要继续弹劾军机大臣 一种意见说 不要再弹劾军机大臣了 有这么两种意见 就是立先派议员 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个说继续弹劾军机大臣 一个说不弹劾军机大臣了 而主张继续弹劾军机大臣的 这些立先派议员当中 又有分歧 有的主张要弹劾军机大臣个人 有的主张呢 是要弹劾军机处 那么意见又是不一样 那么这些立先派议员 在这个会议上 是吧 他们这个各种意见不一致 互相争论 是吧 互相辩论 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理解 说他们呢 是在追求政治上的民主 是吧 自己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出来 那么但是这样做 他有负面的影响 什么负面影响呢 就是说 他不但使得弹劾军机大臣 这个议案 走了很多弯路 前面我们讲了 不断的改变 是吧 到底怎么弹劾呀 弹劾的内容是什么呀 不断的在改变 是吧 不但使这个弹劾军机大臣 这个议案走了很多弯路 而且他会导致一些 立先派议员 心灰意冷 是吧 逐渐丧失了他的斗志 就慢慢的 政治热情没有了 沉寂下来了 眼气息鼓了 那么这种情况 到了第一次资政院会议结束之后 一部分立先派议员 才开始认识到 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的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以说史料记载 说到了这个时候 一部分立先派议员 才其实感受到了 有组织政党之必要 要组建政党了 那么恰恰是资政院会议之后 那么资产基金立先派 就开始组建自己的一些政党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立先派 他的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 那么第三个表现 第三点 那么思政院当中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虽然他是以全国人民的代表来自居 我们前面讲了 但是实际上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那么他们要求清政府要加速这个立先的步伐 那么除了希望通过这个立先 改良国内政治刷新政治 是吧 改良政治政体 发展资本主义抵御外务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是要通过立先 来消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 是吧 来消弭国内人民的这种武装反抗 就是来消弭这些自身级革命派 或者人民群众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 他们有时讲 是吧 人民没有办法要拿出暴力的手段来 用这个去警告清政府 那么实际上立先派议员 他们自己同样被这些人民群众这个暴动 所震慑 是吧 他们也很害怕 这个老百姓暴动 所以说有的时候才没有讲 说老百姓这种暴动 是不得了的结果 非常之危险 是吧 又要求清政府 以最严厉的手段 来镇压人民群众的这些暴动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在1910年 那么全国各地各个地方都发生了这种 非常严重的这种灾荒 全国到处都有这种强米风潮 那么江苏呢 也是这样 那么江苏省呢 这一年呢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饥荒 这个鸡民呢 很多时候没有吃了 是吧 就是这个几百人 上千人 上万人 有的时候呢 形成这么一个很强大一个队伍 就是这个 到一些这个粮店呢 米店呢 去抢米 那么这个在1910年的4月22号到24号 那么几千人 几万人 一起到这个江苏 一个叫做海丰面粉厂 海丰面粉厂 去混饷粮食 那么在混饷粮食过程当中 把厂 把这个面粉厂当中的一些麻袋呀 机器呀也都给烧掉了 那么这个江苏面粉厂的这个厂房呢 就开枪镇压 那么结果呢 当场打死了9个人 打伤了22个人 那么其他的这些老百姓 这些鸡民在逃跑的时候 那么被水淹死了 又被淹死了7个人 这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命案 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当时这个地方的 重要的官员就是两江总督 叫做张仁俊 张仁俊得到这个报告之后 认为啊 说这个事情啊 是一般的机民老百姓 是吧 因为他是饿了 去混抢粮食 说这个呢 和那个强盗是不一样的 那强盗他是犯罪 这机民他是没有 没有办法 他饿了 是吧 他去求食 那么因此这个张仁俊就认为啊 这个厂方本来应该对这些机民 是吧 给予这个劝解 跟他们讲道理 是安抚他 结果厂方开枪 伤了很多人 那么张仁俊的讲 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对这些机民 采取严厉镇压措施 很可能激起更大的民愤 因此这个张仁俊的讲啊 说对于这个抢劫 抢夺粮食这些老百姓 要重新处理 但是厂方 一定要把开枪的 杀人的凶手要交出来 是吧 来以平民愤 那么这是当时张仁俊的一个处理办法 那么当时这个江苏的一些这个面分场 几个面分场 像海峰 干峰 永峰 三个面分场 这个领导人在一起开会 开完会之后 就给江苏的这个地方当局 送了一个饼贴 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就要求 这个清政府的地方官府明确表态 说如果说以后再发生 有民众围困围抢这个公司的话 你要明确表态 地方文武官员是不是给予保护 面分场这些公司 可以不可以开枪来进行自卫 还是说就眼瞧着这些老百姓去抢劫 说你这个官府要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么很明显的反映出这些面分场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地方官府没有保护好他的公司 没有保护好他的企业表示不满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会议上 立先派议员 那么也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张仁俊 说张仁俊这些地方官员 对于这个面分场 对于民族资本的这些企业 保护不利 就算一味摧残保护不利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 对于参加这次哄抢粮食的这些机民 要从严处理 怎么从严处理呢 为首脚立决 带出闹事的 要给你脚刑 立即执行 脚立决 为从脚尖后 跟从的人 判出一个脚刑 但是不立即执行 那么甚至他们主张 对于凡是哄抢粮食的 要格杀勿论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些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说他们是全国人民的代表 实际上他们更多的 更主要的是代表的是 民族资产积极的利益 他们同样是和人民群众 是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的 那么这个也反映出了 他们这种历史上的一种局限性 那么再次 就是这个第四点 我们看他这种历史局限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资政院当中的 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只是资产阶级 立先派当中的 一个方面军 一个部分 他不是资产阶级立先派的 所有的成员 他只是资产阶级立先派当中的 这么一个部分 一个方面军 那么这些人聚集在北京城 聚集在清政府的这种首都 能在资政院当中 他虽然能够掀起一阵一阵的 这种要求宪政的这种政治波澜 是吧 有他的一定的政治影响 特别是他们在中央 这个资政院和各个省的 资议局内外畅合 是吧 互相呼应 可以取得一个相得益彰的 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那么但是 资政院当中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的社会政治影响 到底是多大是多小 他这政治影响的大小 那么不能够不受到整个立先派 力量的这种影响 不能不受到当时整个社会 这种开化程度的影响 就是他们的政治影响 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他们影响大小 要和整个立先派的这种力量的大小 和整个社会是吧 这种政治觉悟开化程度 那么有着直接关系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例如 那么思政院 要求亲政府要速开国会 那么这个聚奏案 那么是一致通过了 那么这个聚奏案 和全国各个省的代表 第三次大规模请愿运动 互相呼应 那么迫使亲政府 把原来的九年时间 进行了缩短 缩短成了这个六年 那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那么是说 思政院当中的立先派议员 他们的这个政治主张 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他是要和其他的一些 外在条件相配合的 那么当时这个东方杂志 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个社论是这样讲 说亲政府 这次缩短预备立县的年限 从九年改成了这个六年 他说是几个原因 一是呢 由于这个东三城总督西梁 湖光总督瑞城 那么这些人 有联合殿请速开国会之举 有这些地方都府 我们上次课讲到了 就是有十九个地方的总督 巡抚将军 都统 联合向新政府打电报 要求新政府实行 要速开国会 是吧 其实 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西梁和这个瑞城 有联合殿请速开国会之举 那么第二个呢 是各个省的 请愿代表 从而援之于下 各个省的请愿代表 资议局的代表 那么也在下面 再进行请愿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呢 是资政院同时聚奏 而此事乃告成熟 那么第三个就是资政院 他自己也做了一些努力 也向清政府上奏折 那么结果 才促成了清政府 把预备立宪期限 从九年改成了六年 就说资政院 他的一些政治提案 能够得到贯彻 或者能够得到这个实行 那么他是要受制于 整个社会的这种状况 那么但是 我们前面讲了 当各个省的资议局 来北京请愿代表 被清政府压解回击 清政府讲 预备立宪 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 不能够再更改了 资政院当中 仍然有一部分 比较激进的议员 希望再做挽回之举 是吧 还要再做争取 那么但是实际上 他们却遭到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命运 怎么尴尬呢 就是大厦将请 独母难知 只有他们几个人去呼吁 很难取得实际的政治成效 包括他们 弹劾军机大臣 这个聚奏案 是吧 屡尼屡否 由于他们是资政院当中 立宪派议员 孤今作战 因此很难取得成效 那么因此呢 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在资政院当中的 这些政治作用 应该说也是有限的 那么这一点 也反映出了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